部分漁船解禁开补 东海缩子蟹等海鲜 再次让码头市场热闹起来 物流效率的提升 也让内陆消费者 品尝到最新鲜的海产品 邱女士是浙江州山 一家海鲜销售门店的负责人 开补不到一周 他们店里日均出货量 就达到了四五百斤 提前半个月 老客户就已经预定好了 最远的话我们连新疆都去了 还有山西 北京 海尔滨 西安 在不少海鲜交易市场附近的快递门店 这两天也开始热闹了起来 散客排队寄送 门店批量上门取货 每天有百余名员工 在市场里打包发货 最多时有70多个快递员 同时在跑单 每天我们一个海鲜基地的一个量 大概在约500票每天 跟去年比起来的话 我们是同比上涨了这个15% 去年可能就是传统的专机 加上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获托运输 然后今年我们新增了散航 这边是舟山机场散航 包括宁波机场散航 同时我们也开通了一个高铁的一个运输方式 也可以做到当天打 新疆 欧鲁木齐 然后内蒙古的霍浩特 也是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能到的 此外 今年无人机也开始加入运输大军 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开拓无人机 物流运输应用场景 提升海产品的运输效率 实现海产品一小时直达上海 快舰最快一小时到达消费者手中 目前 在浙江州山盛寺县 已开通上海方向无人机配送航线三条 舟山方向无人机配送航线两条